会造成一些不连关的动作 而且会让车手必须耗费更大提议 所以如果他们有好的心机 他们就会不会就过变动 对 所以下 因为在赛道上那样 最近很多人喜欢自己来做 真的不要乱吃 很高好的话车手更难吃 对 那个可能是没有一个数据衣柜 可能在高速下 可能应该做到 他们对车身的连达带来很好的消息 这有点像车质飞机 对 你就射出去 折的好仪器好 折的好的话 可以飞很远 折不好就直接想要吃 所以你乱装了变封衣 可能一下去没弄好 这个车只会出炭狂 对 尤其是摩车时速100年 100之后 这些热门的空气靠近 就有它存在的这个必要性 对 那其实他有特别有聊到 前几年开始出现的地方 跟现在几年的差距 像今年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像 那DOTATIA的地方 侧边它会变成一个工具 锤子型的造型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站 其实大家都在 靠的情况下 有一个感变 那其实就是它 有点比较这一次的方式 设计 那这个情况下 就是它们在新一代 就是现在的地方 里面在车辆系统的状态下 也较为这个前几年 那样子 会影响车辆 今晚的状况发生 所以在定工艺的这个设计上面 难怪大家 在定工艺的这个设计上面 去做 而且你有发现有一些塞刀 我会看到 这些东西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